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華醫學會雜誌的一篇文章指出 當今世界急需要一種補乾藥 文章還提到少少的芝麻和它榨出的油正可以補乾 芝麻油附含一種被稱為芝麻素的抗炎木脂素 木脂素是一種多酚 它是存在於很多種子、水果和蔬菜中 芝麻素因有益健康而聞名 它的功效包括降膽固醇、降血壓、潛在的抗癌功效、 抗衰老、調節免疫系統、降血糖、抗血栓、抗氧化 芝麻素還可以保護肝臟免受酒精和藥物的損傷 台灣和日本的幾項動物研究表明 芝麻油是可以降低肝臟的氧化壓力 其他研究表明芝麻素不僅可以抵禦那些 含有對月欺安肌份的止痛藥 比如泰洛帶來的乾損傷 而且是提供了更好的鎮痛效果 芝麻和芝麻油用於攀飲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 尤其在亞洲 芝麻的健康益處多多 它附含銅、鈣、鎧、鎂、鎔、鎔、鎔、維他命B1和鎮 可以直接食用 也可以磨成芝麻醬或者是炸出芝麻油 芝麻油含多不飽和脂肪 是Omega3脂肪酸的來源 請不要用烤芝麻炸的油來烹飪 芝麻如果是壓榨前經過烘烤 會呈現深金色 散發出濃郁的堅果香味 這種芝麻油無煙點比未精製的芝麻油低 受熱會分解 請用它來做最後的淋油 令料汁和煙包汁更加濃郁 本文是由GreenMacInform研究小組撰寫 內容有刪減 該小組致力於調查當今重要的健康和環境問題